歪了歪了 再往左边一点 好了没啊 我的手都举酸了 停 好 就是这个位置 挂上红灯咯 贴上春莲 好看极了 你倒是满意 不可年可把我给累坏了 现在还没到过年哦 只是到了大汗节气 来给你看看 大汗银 节选 送少庸 旧雪未即消 心雪又拥护 街前动银床 盐头 冰中乳 我博学皮皮的名号 可不是白混的 这首诗是说 前几天下的雪 还没融化 又开始下新雪了 石阶被厚厚的雪盖着 像一张银色的床铺 屋檐下 锤挂的冰柱 就跟倒挂的中乳石一样 没错 这首诗说的 就是大汗节气的景象 来来来 本皮皮要考考你 是不是真的这么了解大汗 大可不必 我自己来 每年1月20日前后 就开始进入大汗节气 大汗就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 这是24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 到了大汗 这就意味着离春节不远了 民间友过了大汗又是一年的说法 每到这个时候 人们总会忙着赶年级 腌年菜 备年货 也会准备各种祭品 来祭拜祖先和神灵 神灵 说起神灵 我倒是想起一个 走 带你去瞧瞧 现在呢 我们到了商朝的国都 阴这个地方了 这里摆了好多好吃的呀 回了 这是老百姓给造神的供铁 可不是给你吃的 造神 他是谁啊 很厉害嘛 居然可以有这么多好吃的 你看好了 这张画上的神仙啊 就是造神 他掌管人们的饮食 同时也是玉皇大帝 派到人间的天官 来考察百姓的善恶 瞧 在他左右 还有两个小神仙 他们手里捧着善罐和恶罐 分别存放着百姓们做的善事恶事 到了年末 造神就要飞到天上 将这些事说给玉皇大帝听呢 所以百姓们会摆出贡品来送造神 希望他能多说说自己做的善事 是谁在说话呀 知道的还挺多 造神活了 造神伯伯 我们是来送您的 这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糖果 希望您回到天上 在玉皇大帝面前替皮皮说几句好话 还有我 还有我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在过去一年中表现还不错 我会在玉皇大帝面前表扬你们的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 肯定是那怪兽心又来捣乱了 每年一到年末 他就会出来伤人 哎 我也实在是那他没有办法呀 不过你们别怕 我这就回天上搬救兵去 比比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哎 别慌 造神的救兵马上就到了 比比 你看 七少 本神童今天绝不会放过你 看着 哇 好厉害 啊 我想起来了 这是神童年 传说中 他法力高强 百姓们为了感谢他除掉西兽 就把每年的最后一天叫做除西 看 大家还把他用来除掉西兽的法宝 都捡回家里挂起来了 后来啊 这两样法宝 渐渐变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 红对联和红鞭炮 今天你带我去的地方 真是太好玩了 那是 哎 我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该你了 嘿 早就准备好了 本嘟嘟就给你说说大汗的三后吧 一后 鸡乳 说的是 到大汗节去 就可以敷小鸡了 二后 蒸鸟利吉 指的是 鹰 笋之类的鸟 经常飞在空中 到处寻找食物 补充能量 抵挡严寒 三后 水则复肩 则是 再说这时 水中的冰结的最后 最结实 小朋友们 可以上去溜冰了 嘿嘿 怎么样 我厉害吧 啊 厉害厉害 哎 天色不早了 我们该回家咯 哦 皮皮 你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么一大桌美食啊 哼 这不到了年末嘛 我和我的小猪猪也要吃一顿团圆饭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等一等 你呀 得先把这一年我们一起度过的二十四个节气说出来 才可以开灯哦 哦 嘿嘿 还好俺老都准备了一首 你呀 听好了 厉春 雨水溅 惊折 虫不眠 春分 尽清明 彩茶 谷履前 厉夏 小满足 芒重 大开莲 夏至 才小鼠 大鼠 三幅 三幅天 厉秋 除鼠去 白鹿 南飞燕 秋分 寒露至 霜降 红叶染 厉冬 小雪飘 大雪 照风年 冬至 暑九日 小寒 又大寒 哎呀 这么听下来 咱们真是了解不少 关于节气的习俗和故事呢 小朋友们 二十四节气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见面吧 拜拜 拜拜 拜拜